Nora 娘孟起为妻吗 哪怕她以后不会讲英语了 没有上海户口了 户口就也接不到商务了 你都会一直爱她 呵护她 疼她直到你们老去 你愿意吗 她没有上海户口了 我 我 我 那个时候我有嘛 两个人有一个就行 今天这个场合不能说实话 你愿意吗 只要现在的存款够的话 应该还愿意 Nora 你找对人了 真是个实在人 真的是八匹马也拉不回来 好 这个宽宽的意思 我认为就算是愿意 那么Nora 你愿意娶宽宽为妇吗 不管宽宽以后 这个身高 哪怕她缩成了一米五 也不会剪视频了 脸呢 长得也越来越像徐志胜了 你都会一直爱她 呵护她 疼她 直到你们老去 你愿意吗 我跟我先生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人 我非常擅长在这种情况下撒谎 所以我愿意 好 我们掌声送给两位新人 谢谢 谢谢大家们 呵呵 两位新人 现在是不是 哎 还有一个小环节 这个宣誓不是代表一切的 这个誓言呢 既然你们都这么嘴硬 就是撒着黄也要说愿意 既然这么嘴硬 那需要有一个仪式来表达这个誓言 这个仪式呢 就是一个长达五分钟的舍稳 这个都临时压的 你们看着办 如果没有能力呢 一个钱简的亲人也可以 好 那我们在全场朋友嘉宾的见证下 让我们倒数三二一 让两位新人在我们面前亲吻一下 表达他们的誓言好不好 好 宽宽要准备一下 要认一下唇 好 我们把桑拿走吧 好像鱼也不大了 新花已经绽放出来了 通过你们的誓言 好 那我们倒数三二一 看看这一段舍稳是怎么的 来 倒数 好 三二一 大家有八点再给你一分的信仰 好 大家有八点再给你一分的信仰 好 掌声送给二二一 谢谢 送给他们 我们下一个环节是邀请 请你再来请问 大家好 我是周期末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情生活吧 是一个比较私密的话题 我跟我前女友啊 分手已经一年多了 说实话呀 她从最开始就不信任我 很简单 就因为我是双子座 她觉得我早晚有一天会是渣男 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 就为什么如果一个人啊 生在五月二十一号 就是双子座 就是渣男 但如果生在五月二十号 就是金牛座 就是专一的代表 就感觉在二十号那天晚上 让人想通了很多事情 让人觉得 我荣马一生为了谁 我能爱几回恨几回 所以她不信任我 她对我的一举一动 都特别的敏感 比如什么呢 比如我发微信的时候 我不能笑 我一旦边打字边笑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 诶 是哪个小妖精 让我男朋友产生了愉悦 然后她会就把头凑过来 谁呀 我说怎么 你是觉得我跟我爸之间 有点什么 就在她这儿啊 对她忠诚 就是发微信不能笑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 什么叫忠孝不能两全 躲落 小妖精 躲落了 有点躲落了 为了比赛嘛 为了比赛 没有办法 所以我在她面前 真的特别小心 我记得有一次 她把她闺蜜带过来 介绍我认识的时候 我们三个坐那儿 闺蜜坐我对面 她坐我旁边 她闺蜜真的很漂亮 我漂亮到当时 我心里有一个小人 对着她 但是我还有起码的道德感 所以呢 我在整个过程中 我就一直忍着 没有看她闺蜜 我就看着我女朋友 然后我心里想 看她 不要看她闺蜜 她肯定在看我 是不是在看她闺蜜 现在差不多可以看一眼 先假装看那种 真好看 真的哪怕我已经这么小心了 但最后我俩还是分手 没有用 还是分手 所以那阵我是挺伤心的 我就想回到东北老家 散散心 顺便也陪陪我爸 结果这证明是一个特别错误的决定 因为我爸呀 就经常愿意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尤其在我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就是我俩坐那儿吃饭 然后吃着吃着 一点点练习没有了 连主语都没有 我说谁呀 你俩呀 我说啊 没联系了 没联系 微信删了 删了 哎呀爸别说了 吃饭吧 别聊这个 哎 你可着点急吧 啊 三十三了 明年四十了 我说爸你这是咋算的 你要这么算下去 我能走你前头 是吧 还好 我平常总喝金点有机奶 每百毫升 含3.8克原生乳蛋白 营养又健康 我说爸你也喝点 咱俩争取都晚点走 都晚点走 哎呀 你们可能没有想到 这后面是一个商务 就跟我没有想到 后来我还能知道 我前任的消息 就在今年 有一次我跟我前任 一个共同的朋友 我俩在那聊天的时候 聊着聊着呢 他突然问我 都说哎 那谁结婚了 你知道吧 当时脑子嗡的一下 不知道为啥 就在我的认知里啊 就总感觉 前任是永远不会结婚的 他不应该没人用 开玩笑 这太得罪人了啊 开玩笑 但我当时真的很懵啊 我说啊 这么快吗 我说不知道 他没联系 他说啊 没联系 没联系那算了 那你想看照片吗 我说看不看都行 但我当时心里有一个小人说 你倒是往外拿呀 是吧 我想看快点快点 哎呀 然后我这哥们就 掏出手机来给我看 他在我前任婚礼上 拍的照片啊 我一张一张在那翻 我表面上啊 翻得很快 但其实我看得很仔细 我就想在我前任脸上 找一种表情 找一种勉为其难的表情 那种表情就是 啊 我才意识到上一个人有多好 我爱的是上一个人 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我有点后悔了 一点这种表情都没有 怎么说呢 他太会伪装了 会到让人心疼 所以我把手机还回去 我说挺好 看着挺幸福 幸福就好 哎对了 他老公是干啥的 不要小瞧这简单的一句话 当时我心里又有一个小人 远远的对着他老公喊 过来呀 他老公过来 来跟你比划比划 看看你什么角色 然后我这哥们就开始给我讲 我前任他老公 是一个投资人 在北京上海都有房子 两个人蜜月去欧洲 玩了一个多月 这个那 这个时候再看我心里那个小人 一边跑一边喊 杀人啊 救命有人杀人啊 分手以后我是想过 我的前任可能会过得好 但他过得有点太好 就他的好伤害到了我 让我觉得啊 我原来只是他幸福路上的绊脚石 他把我踢开是对的 所以现在我特别想站在他的面前 跟他说 我现在过得也挺好 我现在上了脱口秀大会 也是事业的上升期 所以你老公投资我不会错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周其默 肉食动物真是特别厉害 果然不是吃素的 但是我一听说呢 今天的比赛有复活 我这个心里啊 突然涌出了一股暖流 现在呢就 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好不好 我是一个北漂 在北京呢 待了九年了 我就发现在大城市生活呢 有很多问题 比如我在北京租过很多房子 每次呢 都能赶上这栋楼里有人装修 每次都是在一个睡意正浓的早晨 然后就听见 你们是不是经常听见那种三连 那是怎么回事 是师父眼神不好 前两次钻错了是不是 然后这种声音呢 不光是吵 关键是它引起我一种深深的自卑感 因为装修的房子 肯定是它自己的房子 我在北京天天想的是 我什么时候能在这有个自己的家呀 在租来的房子里 但是那个装修的声音呢 仿佛一遍遍在向我炫耀 我的房子呀 我的房子呀 这是你的呀 想买做梦去吧 但是你又睡不着了 我在大城市生活呀 特别容易堵车 所以有的时候呢 就能碰到那种怒怒的司机 什么表现呢 就是车堵在路上 一动不动的时候 这个车里 回荡的全是它的喘息声 就感觉它又分娩了 它又分娩的不是孩子 而是一个想法 撞上去 顶着前面这排车往前开 在车里也是坐着 在牢里也是坐着 在牢里还有人聊天 在这儿聊天还被打差评 我觉得司机最吓人的地方 不在于他怒怒 而在于他 害怕你给他打差评 他在怒怒的时候呀 对你态度还特别好 这个是最吓人的 有的时候你一进到车里 就感觉这个司机 已经非常的暴躁了 永远在那儿急加速 急刹车 然后喘息 但是突然来一句 车内温度合适吗 没事没事师傅 我做调节 做调节 怎么早上走可以吗 这话说的 我下车跟着走都行啊 我觉得这套评价体系 真的太厉害了 如果它不是用在司机身上 而是用在乘客身上 就比如我的差评多 我以后就打不到车了 那我以后会对司机 非常的客气 打到车以后 都是我主动给司机打电话 哎师傅 我到了 你可以开过来了 我就在路边 蓝色一男的 打着双闪的 还有在大城市生活 花销也特别大 说实话 我有时候都不知道 我那些钱都花在哪 有的时候 我看我微信 当月的那个总账单 我就很纳闷 就这个数字 它跟我有什么关系 它是不是随机生成 我一个月 怎么能花这么多钱 我是有充电宝 没有还吗 还是有人一直在骑我 没有上锁的共享单车 他现在应该已经上了 穿藏线了吧 但是你往下滑 往下看 一笔一笔的 都是当时自己确实花过的钱 但当时怎么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 我就觉得是因为现在的扫码支付太方便了 就你的手机 逼 这个钱就没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手机啊 应该在扫码支付的时候 换一些能够让我们心疼的声音 比如支付50 支付500 支付5000 你家的孩子流浪在外面 没有那好衣裳 也没有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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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钱本来就不够花 不精华 但是大家现在还都比着花 你看一到情人节的时候 这个男的就开始比了 我给我女朋友转个520 我转个1314 感觉自己很大方的样子 大方你咋不转5201314呢 我看你能转几次 保证你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男的还愿意比手表 说我这个表啊 十几万 我这个几十万 至于吗 不就看个时间吗 你买了这么贵的手表以后 你拿手机 是不是还得避开时间呢 可不能看 一会用手表看 要不然亏了 好的 别说这么贵的表 我爷爷 之前连一块普通的手表 都买不起 一样过得挺好的 就看太阳 看得特别准 我爷爷如果去奥运会当裁判 可以看太阳 给选手赌秒 苏炳天 9秒83 反正我要有这么多钱 我肯定就不买表 我就在北京付个房子的首付 然后亲自装修 再用上东鹏严版 零甲醛 抗污 还耐用 想想就很爽 每天早晨拿着电钻在那 哇 哇 哇 你房子呀 然后楼下的找上来说 一大早你钻就钻 你喊什么玩意儿了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周期末 张浩哲做好了被淘汰的准备 巧了 我也做好了被淘汰的准备 就看我俩谁准备的不够好 行了 我不在这儿矫情了 我就是感觉 现代的人呢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矫情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点餐特别慢 不管多少人跟着他去饭店 都得等着他在那一夜一夜翻菜单 你要催他呢 他就很矫情地说 哎呀你别催我 我有选择困难症 选择困难症 我第一次见到一种病啊 对自己身体一点害处没有 主要是让别人难受 我觉得这种病就应该纳入医保 纳入医保就好了 到了医院 大夫我有选择困难症 大夫说没事 可以治 你是自费啊 还是走医保 我走医保 大夫说你看你这选择也不困难呢 我也这么选 还有人坐地铁也特别矫情 我有一次呢 在北京急早高峰 我刚一上车呀 车里就有一个人说 挤什么挤呀 别挤了 然后我说 怕挤打车啊 别坐地铁 然后他沉默 我感觉他的心刺痛 别看他表面上在那刷着手机 很淡定的样子 但他心里肯定在想 真的没有办法反驳呀 为什么我当时那么有范儿 因为当时我嘴里有两粒 一打无糖口香糖 嚼出我的范儿 整个车厢里没有人能比我更口吐芬芳 我就是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可矫情 因为在北京地铁里 你要能这么拿手机呀 这都不是最挤的时候 对吧 真正的挤 你手机得这么拿着 你的眼睛跟手机没有任何的角度 你都不知道在给谁刷 感觉在给后面的人刷 看到哪了 看到哪了 翻页吗现在 翻页吗 哪站下 下着钱给我讲讲呗 说到矫情 我有一件事 一直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矫情 但我一直都耿耿于怀 就你们有人跟别人拼过生日吗 我拼过 拼生日 因为我之前入职过一家公司 会给员工过生日 我的生日呢 是5月31号 我们还有一个同事叫刘畅 她的生日是5月21号 但是在我们主管看来 哎呀都是5月末吗 就一起过了吧 她就选在了5月25号 不是我俩任何一个人的生日 她为了不得罪两个人 而得罪了两个人 然后到了25号那天 主管从外面订了一个蛋糕送进来 蛋糕大家都知道 上面一般会有一个盘 写着 祝某某某生日快乐 但这就是拼生日的尴尬 就那个盘 它有自出限制 它写不下 那天那个牌上啊 写的不是 祝周期末和柳畅生日快乐 写的是 祝二位生日快乐 二位 任何两个人都可以 然后蛋糕端过来 大家就开始给我们点辣 给我们唱歌 当时在歌声中 在烛光中 我就感觉那天 是我的包办婚姻 因为我突然发现 一切都是别人安排 这个日子是别人安排的 跟我一起过日子的人 也是别人安排的 还要过多久 我都不知道 一辈子嘛 然后吹完辣以后 就开始切蛋糕嘛 这个蛋糕也很难切 因为那个蛋糕啊 比蛋黄派大不了多少 还有切成十一等份 后来还是一个 懂微积分的同事 过来帮他忙 在旁边算了半天 有解了 有解了 第二年我从公司离职了 就因为有一次呢 我跟刘畅在外面聊天 然后他在那抽烟 又快到五月了 咱俩得走一个吧 我说行行行 我走啊 我走 关键是直到现在 还会有前同事 给我发微信 在五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说期末生日快乐呀 我就给他回 你记错了 我不是二十五号生日 刘畅才是二十五号生日 然后给他过 而且关于生日呢 我一直有一点不理解 就是生日愿望 为什么要默许 我就觉得生日愿望 应该说出来 尤其在你经济 没有独立的情况下 因为能帮你实现愿望的人 可能就坐在你周围 对吧 比如你过十八岁生日 你就在那许愿 我想要一个iPhone12 一整眼 发现你父母在那 许完了吗 许完了 最大了 最大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周祈默 我平时呢 经常坐飞机去各地演出 然后我就特别讨厌 坐百度车 因为我花的是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全程的机票钱 我应该全程在飞机上 结果你把其中一段 给我换成了公交 你开的时间短也就罢了 有的时候 那个百度车 开的时间特别长 在机场里绕来绕去 每次都让你误以为 面前这架飞机是你的 对吧 每次都是 这个是我的吗 不是 对 也不是 这一车人在机场里 跟个回转寿司一样 我有的时候甚至怀疑 是不是我们坐哪架飞机 还没有定下来 是百度车司机 带着我们现挑 这个不错 这个下去吧 这个挺大的 上了飞机我也难受 因为我这个身高的人 我特别害怕前面的人 调座椅靠背 有的人是这样 他调的时候 毫无顾忌 就前一秒还好好的 下一秒 咔 一步到位 那个架势 就像要躺在我腿上一样 每当这个时候呢 我的手都不由自主地 伸到他头上 哥 这个力度还可以吗 加点劲呢 这块 你最起码能不能假装在意一下后面人的感受 虚伪一点 我每次就是 我每次都是一边缓缓往后靠呢 一边不时回头看两眼 其实你说看两眼一点用都没有 我就是给后面打个招呼 倒车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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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有的人 他是在飞机起飞之前调 空姐一过来检查呢 他就调直 空姐刚一走 咔又调回去了 就跟上学的时候 夥伴主任一样 看来以后飞机起飞前呢 空姐不能全在客舱里 还得留一个在外面扒窗户 还有我这个身高的人 经常在飞机上帮人放行李 可以 无所谓 我挺愿意的 只不过有些人 他想让我帮他放行李呢 他不直接跟我说 他会在我面前试 直到我看不下去为止 行李架在这 我脑袋在这 他端这个箱子 奔着我脑袋就过来了 感觉要么你帮我 要么我怼死你 我有的时候帮忙 都不是出于善意 而是出于自保 确实有的时候 那个箱子呀 很小 但是它很沉 特别沉 特别能装 但那也没有我能装 因为一般我都会说 我说没事 你别伸手 我来我来 你放那是吧 那也好 跟你放那边了 放那边了 他说我以为你要放那边的 我说我也以为呢 还有在飞机上最激动的时候 就是空姐发餐 我也不知道为啥 那个飞机餐在平时 我都不稀罕吃 但是到了飞机上 我如此的渴望它 那个空姐推着小车 从脸里出来的时候 我的内心就开始激动了 距离我还有两排 小桌板已经放下来了 脑子里一遍遍 台词都过好了 鸡肉的谢谢 鸡肉的谢谢 什么时候这个激动到了顶峰 就是等空姐到我旁边 开始给过到另一侧的人 发餐的时候 那种激动的心情 怎么形容呢 你们给两条狗喂过食吗 你们大凡给两条狗喂过食 都知道 当你喂其中一条的时候 另一条在旁边 快点快点 到我了 到我了 下 下 快点 下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注意力都在旁边 马上到我了 给最边的人发餐了 三 二 一 鸡肉的谢谢 先问他是吗 不好意思 还有我发现现在飞机上啊 那个安全演示片啊 人家辛辛苦苦拍出来的 但是没有人看 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猜想可能是因为这个片子里啊 没有任何的危机感 反而是充满了一种轻松的情绪 比如这个空姐给你演示 怎么给救生衣充气啊 全程微笑 这哪是给救生衣充气啊 这感觉就是坠毁前喝了一口奶茶 哎呀 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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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重要的视频啊 我觉得一定要抓人眼球 怎么抓人眼球 很简单 你就跟脱口秀大会学 比如你就拍一架飞机 迫降到了海上 但是每两个乘客 只有一个救生衣 他们需要一堆一battle 赢了的人呢 才有机会活到下一轮 当然输了的也不一定全都死定了 还可以征几个复活的名额 没有征到复活名额的 可能就很生气 就质问机长 怎么开这飞机 为啥破降 然后机长出来 拿着把吉他 女士们先生们 飞机之所以破降 是因为 我不想上班 我不想开飞机 但以后 我们在车门 别坏一处理 乘客也蒙了 这是为啥 然后旁边出来个空姐 因为乘客都是垃圾 这个视频放出来 大家肯定都看得津津有味 哇 这个机长跟空姐 太好课了吧 谢谢 谢谢 谢谢